火影是木叶村的首领 受到所有木叶村民的爱戴 同时也是无数忍者憧憬的对象 很多忍者都将成为火影 视作自己的毕生理想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有哪些忍者想要成为火影 第一个漩涡名人 名人在第一集中 就表达了自己的理想是成为火影 历代火影都是名人的偶像 他最崇拜的就是用生命守护木叶的第四代火影 在第七班结成时 他做的自我介绍中 提到了自己的理想是成为火影 无论是中人考试时还是在外游历 名人都将自己想要成为火影挂在嘴上 但名人想成为火影并不容易 他虽然是四代木火影的儿子 但木叶隐瞒了这一消息 作为九尾妖狐 名人最初在村中很不受欢迎 很多商铺宁愿不赚钱都不想做名人的声音 名人虽然会抱怨这些人的冷漠 但依然热爱着木叶村以及木叶的村民 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改变其他人的看法 五代木刚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最初认为名人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 但在三忍大战中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可了名人的理想决定 与五代木的身份保护名人 在名人击败佩恩后他成为了木叶的英雄 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第四次忍界大战后更是成为全忍界的英雄 最终他当上了七代木火影 完成了自己的理想 第二个原非木叶丸 木叶丸童年实处境与名人截然相反 由于他是三代火影原非日展的孙子 所以木叶的人都让得他 对他敬而远之 在这些人眼中木叶丸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他只是火影的孙子 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 他也想像爷爷一样成为火影 最初的木叶丸非常幼稚 他以为击败日展就能当上火影 当看到名人用色诱树击败日展的时候 木叶丸萌生了任名人当大哥的想法 名人与木叶丸一样想成为火影 因此名人既是他的大哥也是他的对手 在名人的教导下 他意识到成为火影没有捷径 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获得他人的认可 这场对绝中名人获得了胜利 但木叶丸并没有失去当上火影的机会 他如今是博人 索良娜和四月的老师 未来有可能像塔塔西一样成为火影 顺带一提 木叶丸虽然不是正牌火影 但他在七代木火影就职一世上 早就体验过当火影的感觉 第三个全种牙 全种牙首次表示自己想要成为火影 是在中人考试时期 他与名人对战时表示 当上火影的人会是自己 这并不是牙在赛场上随便说的垃圾话 他是真的将成为火影当作自己的目标 第四次忍戒大战开始之前 他说自己想像四代火影那样成为扭转战局的英雄 一战成名并成为火影 佐助回归后说自己想要当火影 他立刻表示反对 海卓重强调成为火影的会是他 只是他的存在感太弱 就连他的反对都无人在意 进入无限阅读后 牙在梦境中实现了梦想 当上火影的他将苟节定为法定节假日 就冲这一点 牙这位火影一定能受到广大木叶打工人的欢迎 牙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牙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上人 在牧业警务部队工作 牙在辽媚时还会提到幼年时的理想 表示七代木火影的位置是自己让给名人的 因为优秀的捕试者要隐藏自己的尖牙力章 这个玩笑看似好笑 细想之下却无比心酸 牙就像无数平凡人一样拼尽全力 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只能以玩笑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不甘 第四个神术 神术是初代火影牵手铸监的孙子 刚手的弟弟 他的梦想也是成为火影 刚手在他生日之际将柱间的项链送给神术 希望他能继承爷爷的伙之一致守护木叶 但现实过于残酷 年幼的神术在第二次人界大战中被起爆浮现架炸死 享年12岁 神术的相貌性格以及梦想都和名人相似 刚手曾在名人身上看到了神术的影子 加藤段慧途转身后也曾将名人误认为神术 可见两人的确相似 神术虽然没能成为火影 但他的姐姐替他实现了梦想 第五个加藤段 加藤段是刚手的初恋 他在某次上任会议中认识了刚手 刚手提议在小队中编入医疗忍者 但由于人手不足而被否决 段很支持刚手的提议 两人由此结缘 他前往战场之前 告知刚手自己的梦想是成为火影 他想要守护木叶的每一个人 不希望再有人像自己妹妹一样在幼年死亡 刚手再次将自己祖传的项链送了出去 希望段能继承初代的火炙一直成为火影 可惜段在第二次忍戒大战中牺牲 他临终前失去了自己的内脏 哪怕是忍戒第一疗忍者刚手 都无法治愈他的伤势 他在刚手绝望的哭喊中离开人世 加藤段的死给刚手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他从此患上孔穴症 并开始厌恶火影这个职位 他认为火影只会带来死亡 四代的牺牲使刚手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直到遇到名人后才重新振作起来 第四次忍戒大战 加藤段被惠图转生 他得知刚手成为了火影 在解除惠图转生后 第一时间用灵化之术飞到了刚手体内 他看到了刚手所做的母艺 对于自己给刚手带来的痛苦与负担感的抱歉 将查克拉给予刚手后送上一吻便消失了 加藤段在第二次忍戒大战中是带着不甘离世 他在成为火影前牺牲 没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但在惠图转生后他见到了最爱的刚手 看到了刚手为他为木叶所做的仪器 这一次他是笑着离开人世的 第六个羽质带土 与直播带土在还是个吊车尾的时候就想要成为火影 他甚至连火影炎炎怎么刻都想好 不仅要刻上他的护目镜 还得刻上血轮炎 与其他人不同 幼年带土的群众基础非常好 木叶的大爷大妈们都很喜欢他 他执行找猫任务时总能得到群众的帮助 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与麦特代并称为木叶找猫大师 他在神无皮桥遇难后被搬救起 此时他仍然心性木叶 想在养好伤之后回到同伴们中间 直至灵的离世改变了他 他的世界与灵一同死亡 为了创造一个有灵的世界 他走上了另一条路 但在与名人的战斗中 带土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他成为了火影 卡卡西负责辅佐他 所有的木叶忍者都站在他的身后跟随着他 信赖着他 只可惜一切为时已晚 带土已经无法变回当初那个热心的少女了 第七个漩涡九星奈 漩涡九星奈是在幼年时转入木叶忍者学校的 他告知同学们 他的理想是成为木叶有史以来第一个女火影 这句话让全班同学目瞪口呆 唯有一个黄发少年对他的理想表示肯定 邀请他一同为了成为火影这个目标而努力 由于九星奈有着一头罕见的红发 他被不少同学嘲笑 同学们为他取了个番茄的外号 这不仅是在嘲笑九星奈的发色 而且还表示九星奈就像番茄一样让人讨厌 对于想成为火影的九星奈来说 这是莫大的打击 九星奈将这些熊孩子都揍了一顿 由于他的战斗力过于强悍 因此又得到了一个血红番茄的外号 木叶招揽九星奈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成为九伟人助理 这并不是什么好差事 但九星奈并没有因此对木叶产生怨恨 最终与丈夫一同为了保护儿子与木叶村而献出了生命 他虽然没能成为火影 但嫁了个当四代目的火影老公 他的儿子也在日后成为了七代目火影 也算是间接完成了理想 第八个波峰水门 在漩涡九星奈说出自己想要成为火影后 波峰水门站起来表示自己也想要成为火影 他是从三人之一的自来言 从小就为了火影而努力 在第三次人界大战中他为木叶立下大功 同时也在人界打响了黄色闪光的名号 他让其他人村文风丧胆 仅仅是他的名字就能让敌方忍者落荒而逃 凭借着他在战争中立下的攻击 三代火影选择波峰水门接替自己担任下一任火影 将木叶以及人界的未来托付给了他 他郑重地接受了火影之位 并在第一时间告知了妻子这个好消息 可惜水门在九尾入侵木叶时为了保护村子 为了完成妻子见到孩子的梦想 他用诗鬼封镜与八卦封印 将九尾分别封印进自己与儿子体内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波峰水门是个完美的火影 很多木叶百姓都认为 他是历代火影中最优秀的影 但他却并不满意 他在绘图转身后因为自己死得太早而打造自己 他希望自己能为村子做更多贡献 第九个团葬 团葬一直将火影视为自己的目标 他反对三代四代建立的木叶 他认为这样的木叶过于软弱 因此想要以自己的核心观念建立一个全新的木叶村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团葬用了不少肮脏的手段 四代火影牺牲后 团葬就想接替四代成为五代木火影 但日展表示自己愿意付出重新担任火影 导致团葬的计划失败 为此团葬甚至策划了一次针对日展的暗杀 佩恩入侵木叶时 团葬带着根组织躲在暗处 想借佩恩之手除掉钢手以及钢手支持的忍者 他这次的计划成功 钢手由于消耗了太多查克拉而陷入昏迷状态 团葬借此成了代理火影 他成为火影后的表现并不好 在五影大会中使用别天神控制三船的事情暴露 让木叶成为了其他忍吞的效果 最终在与佐助战斗使用里 四项封印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回顾团葬短暂的火影经历 只有他死前的这段时间算是个合格的火影 第十个雨之波佐助 雨之波佐助想要成为火影是临时兴起 在他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他都对火影智慧没什么兴趣 在离村前 佐助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雨之波一族复仇 这个念头一直在逼迫佐助快点变强 导致他成为派人 成为派人的佐助对木叶没什么感情 在得知幼的真相后 还多次产生摧毁木叶的想法 为了摧毁木叶 他甚至想要杀掉曾经的同伴与老师 直至第四次人界大战 佐助见到了绘图转身后的幼 又的那句 无论村子有多少黑暗和矛盾 我始终是木叶的雨之波又 让佐助的心态发生了转变 在他与历代火影交流后 他也萌生了当上火影的想法 并在到达战场后 向众人宣布自己要成为火影 但他的话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 由于佐助以前干了不少坏事名声太差 他最终没能当上火影 第十一个大蛇丸 大蛇丸曾是四代火影的候选人 但袁非日展认为波风水门 比大蛇丸更适合担任火影 他对此事还有些怨念 在绘图转生出四代之后 还调侃了巨猿非日展为了选择 连我都抛弃了吗 不过大蛇丸与其他人有很大不同 对于其他人来说 成为火影是他们的毕生理想 而对于大蛇丸来说 成为火影只是实现他理想的手段 大蛇丸的梦想是学会所有人数 无论是成为火影还是追求永生 都只是大蛇丸实现梦想的工具而已 如果大蛇丸成了火影 他就能重启被日展叫停的目盾忍者实验 不用偷偷摸摸地在暗处搞科研 从阴影村忍者对于大蛇丸的崇拜之点来看 如果他当上了火影 木叶也会有无数忍者自愿成为大蛇丸的研究对象 不得不说 连飞日展选择波风水门担任第四代火影是正确的决策 如果让大蛇丸当上火影 木叶中会出现不少实验的牺牲品 大蛇丸的所作所为甚至可能导致木叶爆发内战 其实将火影视为梦想的木叶孩子有很多 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梦想实在是太不遥远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拜拜